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几何学中没有亡者之路 这句话告诉我们 基础知识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 再举个现代的例子吧 你们知道编程吗 编程语言有很多种 比如Ketanadget等等 无论你选择哪种语言 基础知识都是至关重要的 变量循环条件语句这些基础概念 就像是编程的编程的 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懂 那种有种各种的品种 那就别提写出复杂的程序了 基础知识不仅在学术上重要 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做饭你们可能觉得做饭很简单 但其实每道菜都有它的基础知识 切菜的刀法 火厚的掌握调料的搭配 这些都是基础 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懂呢 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懂 那做出来的菜可能就会变成黑暗料理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 学习基础知识需要耐心和意义 就像种树一样 种子埋下去后 不可能立刻就长成参天大树 你需要不断的浇水施肥 你需要不断的浇水施肥 才能看到它慢慢成长 所以大家在学习基础知识的时候 一定要有耐心 不要急于求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记住基础知识 是我们通向成功的第一步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了解身体的基本构造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构造 这可是个既深浪又有趣的领域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骨骼系统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大约有270块骨头 但随着我们成长 这些骨头会逐渐融合 最终成员的骨骼数量大约是206块 这就像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乐高积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肌木会自动拼接成一个更加稳固的结构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骨头不会融合 那么我们走路的时候 可能会像一个摇摇晃晃的鸡木人 真是太有趣了 你知道吗 我们的身体里大约有600多块肌肉 这些肌肉就像是我们身体的马达 帮助我们完成各种动作 最有趣的是 我们的舌头也是一块肌肉 而且是我们身体里最灵活的肌肉之一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的舌头不灵活 那么我们说话的时候 可能会像在玩舌头绕口令 每句话都变成了挑战 再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脏 心脏可是我们身体的超级蹦谱 每天大约会跳动10万次 蹦出大约7500公升的血液 这相当于每天为一个奥运游泳迟住买水 而且心脏的工作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就开始 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超级英雄 最后我们来聊聊大脑 大脑是我们身体的指挥中心 负责控制我们的思维感觉和行动 你知道吗 大脑里有大约860亿个神经元 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量 比宇宙中的星星还要多 这就像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网络 每时每刻都在处理大量的信息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一台电脑 那么它的运算速度和存储容量将远远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电脑 总结来说 我们的身体真是一个奇妙的机器 每一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奥秘 了解我们的身体构造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照顾自己 还能让我们对生命的奇迹充满敬畏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了解和欣赏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认识主要肌肉群 各位同学聊聊人体的主要肌肉群 这些肌肉不仅让我们能够行走 跑步 跳舞 甚至还能让我们在镜子前摆出各种自信的姿势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些肌肉 并且了解它们的奇妙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看胸大鸡派这块肌肉 这块肌肉位于胸部 负责让我们的手臂能够向前和向内移动 你知道吗 在古希腊雕刻家们特别喜欢雕刻胸打击发达的雕像 因为这象征着力量和美丽 现代的健身爱好者也不例外 大家都喜欢在健身房里做俯卧撑和卧推和卧推 卡塔玛里哈达尼克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谈腹直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块肌肉不仅让我们的腹部看起来更有形 还帮助我们弯曲身体和保持姿势 传说中古罗马的决斗士们会特别锻炼腹直肌 因为这不仅能让他们在战斗中更灵活 还能吸引观众的目光 现代人则喜欢做仰卧起坐和平板支撑来锻炼这块肌肉 然后我们来看看背货鸡的Tissimus多西西 哈达尼克尤为哈尼部 负责让我们的手臂能够向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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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后移动 你可能不知道 背货鸡的名字来自拉丁语 意思是最宽的背部肌肉 在健身房里 大家喜欢做引体向上和划船动作来锻炼这块肌肉 因为这能让背部看起来更宽更有力量 再来 我们不能忘记臀大肌Glutius Maximus 这块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肌肉之一 负责让我们的腿能够向后和向外移动 古代的舞者们特别重视臀大肌的锻炼 因为这能让他们在舞台上更灵活更努力 现代人则喜欢做深蹲和臀桥来锻炼这块肌肉 因为这不仅能让臀部更有形 还能改善整体的体态 最后我们来谈谈古四头肌Quadracet 这块肌肉位于大腿前侧 负责让我们的膝盖能够伸直 古代的战士们特别重视古四头肌的锻炼 因为这能让他们在战场上更有爆发力和耐力 现代人则喜欢做腿举和蹲举来锻炼这块肌肉 因为这能让腿部更强壮更有力量 总结来说 这些主要肌肉群不仅让我们的身体更有力量和灵活性 还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自信地展现自己 所以无论你是想要在健身房里锻炼 还是只想了解更多关于自己身体的知识 认识这些肌肉群都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更加爱护和锻炼自己的肌肉 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了解心肺功能的重要性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心肺功能的重要性 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 但其实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甚至是生活中的一些有趣小故事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 你们有没有试过跑步追公车 当你拼命奔跑 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这就是你的心肺功能在发挥作用 心肺功能是指心脏和肺部协同工作 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 并排出二氧化碳的能力 这个过程就像一个高效的物流系统 确保每个细胞都能得到所需的补给品 心脏是这个系统的泵 它负责将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 而肺部则是负责将氧气吸入并排出二氧化碳 当我们进行体力活动时 这个系统会加速运转 以满足身体的需求 现在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学生 他平时不太爱运动 总是宅在家里打游戏 有一天他的朋友们约他去爬山 小明心想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走路吗 于是他欣然同意了 结果当他们开始爬山时 小明很快就感到气喘吁吁 心跳如雷 轻松自如的向前走 而小明却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这时他的朋友们告诉他 这是因为他的心肺功能不够强 无法应付这样的体力活动 小明听了之后决定开始锻炼 他每天早上跑步 做有氧运动 他的心肺功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几个月后他再次和朋友们去爬山 这次他不仅能跟上大家的步伐 甚至还能轻松的和朋友们聊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心肺功能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体力活动是多么重要 强健的心肺功能不仅能让我们在体力活动中表现更好 还能提高我们的整体健康水平 减少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同学们 不论你们是喜欢运动还是宅在家里 都应该重视心肺功能的锻炼 每天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 比如跑步游泳骑自行车都是增强心肺功能的好方法 记住健康的心肺功能是我们享受生活应对挑战的基础 最后让我们以一句幽默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如果你不想在追公车时被甩在后面 那就赶快锻炼你的心肺功能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二章训练方法 第二章训练方法 特别同学欢迎来到第二章的学习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训练方法 连打机这不是要让你们去跑马拉苏或者举重 而是要了解如何有效的训练自己和他人 达到最佳的学习和工作效果 首先我们来谈谈刻意练习 这可不是随便练练就能成事的 刻意练习的核心在于有目的有计划的继续训练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贝多锋吧 他可不是天生就会作曲的 贝多芬每天都花大量时间在钢琴前反复练习那些看似简单的音阶和和弦 你们可能会想这有什么难的 但正是这些基础的反复练习才让他在创作复杂乐曲之游刃有余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反馈 唯有反馈的训练就像在黑暗中摸索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学习骑自行车 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哪里做的不对 你可能永远也学不会 反馈不仅仅是指出错误 更重要的是提供改进的建议 就像我们上课时我会给你们的作业打分 比起下评语 这就是一种反馈 再说说间隔训练 这听起来有点像在说间隔年 但其实是指在训练中要有适当的休息时间 研究表明连续长时间的训练效果不如间隔训练来的好 就像你们在复习考试时 连续熬夜可能会让你们记住的东西少得可怜 而如果每天分段复习效果会好得多 最后我们来聊聊多样化训练 这就像是吃饭不能总吃一种菜 训练也不能总用一种方法 多样化的训练可以让你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掌握技能 比如学习一门语言不仅要背单词 还要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这么严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决定学做饭 他买了一本厚厚的食谱 每天都按照上面的步骤做菜 结果他的菜总是味道平平 后来他决定改变方法 不再死板的按照食谱 而是开始尝试不同的调料和烹饪方法 结果他的厨艺突飞猛进 甚至还开了一家小餐馆 所以序列方法的多样化真的很重要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训练自己的过程中 能够运用这些方法事半功倍 记住刻意练习即时反馈 间隔训练和多样化训练 都是你们成功的关键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力量训练的基本原则 力量训练听起来像是健身房里的铁汉子们的专利 但其实它是每个人都可以受益的活动 无论你是想要在沙滩上展示你的六块腹肌 还是只是想要在搬运杂货时不再气喘吁吁 力量训练都能帮你实现目标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力量训练的基本原则 顺便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原则一渐进超负荷 渐进超负荷是力量训练的核心原则之一 简单来说就是你需要逐渐增加训练的强度 以便让你的肌肉不断适应新的挑战 就像你不能指望一夜之间从举起一袋蜜到举起一头牛 力量训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有趣的是古希腊的运动员米洛斯·麦罗·克罗陈 就是这个原则的活生生的例子 据说他每天都举起一头小牛犊 随着小牛的成长 他的力量也逐渐增强 到最后他竟然能举起一头成年牛 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夸张 但他确实很好地说明了渐进超负荷的概念 原则二 多样性 多样性是力量训练的另一个重量原则 你不能总是做同样的动作 否则你的肌肉会变得懒惰 适应了特定的运动模式 进步也会停滞不前 就像你不能走是吃同一种食物 否则你会厌倦甚至营养不良 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小李总是同样的哑铃弯举 结果他的二头肌确实很发达 但其他部位的肌肉却明显不协调 后来我建议他加入一些其他的剧脸动作 比如深蹲 硬拉和推曲 结果不仅他的整体力量得到了提升 身材也变得更加匀称 原则三 休息与恢复 休息与恢复是力量训练中常常被忽视的一个原则 很多人以为天天锻炼才能快速见效 但实际上肌肉是在休息时修复和增长的 就像你不能每天都熬夜工作 否则你会累化 肌肉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老王 他每天都去健身房 结果肌肉不仅没有增长 反而出现了疲劳和受伤的情况 后来他听从了我的建议 安排了合理的休息时间 结果他的力量和肌肉增长速度反而加快了 原则四 营养 最后营养也是力量训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不能指望在吃泡面和喝可乐的情况下练出一身肌肉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合理摄入 都是肌肉生长的基础 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小张总是抱怨自己练了很久却没有效果 后来我发现他每天的饮食非常不规律 基本上都是快餐和零食 经过一番调整 他开始注重饮食增加了蛋白质的摄入 结果他的训练效果逆干戒饮 鉴养 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变得更强壮 它还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自如 记住这些基本原则 渐进超负荷 多样性 休息与恢复以及营养 你就能在力量训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希望这些原则和故事 能让你对力量训练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能在训练中找到乐趣 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氧运动的种类与益处 各位同学 您先我们来聊聊 有氧运动的种类与益处 别担心 我不会让你们觉得这是在上周误课 而是要带你们穿越时空 看看古今中外的人们 是如何通过有氧运动保持健康呢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 就是在氧气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的运动 它的特点是强度适中 持续时间较长 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和耐力 简单来说 就是那些让你气喘吁吁 但还能说话的运动 有氧运动的种类 一跑步 这是最古老也是最简单的有氧运动之一 想象一下 远古时代的猎人们追逐猎物时 那可是天然的有氧运动啊 现代人跑步不仅可以在公园里 还可以在跑步机上 甚至在现实中 二是游泳 这可是全身性的有氧运动 古罗马人就非常喜欢在浴场里游泳 既锻炼了身体 又社交了一番 现代的游泳汁和海滩 更是让人们享受这项运动的好地方 骑自行车 无论是古代的马车 还是现代的自行车 骑行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有氧运动 你可以在城市里骑行 也可以在乡间小道上 享受大自然的围起 四跳舞 从古代的祭祀舞蹈到现代的健身操 跳舞一直是人们喜爱的有氧运动 你可以选择芭蕾街舞 桑巴甚至是广场舞 只要能让你动起来 都是好选择 五 健身操 这可是现代人的发明 尤其是那些跟着视频一起做的健身操 你可以在家里跟着YouTube 一起动起来 既方便又有效 有氧运动的益处 一 提高心肺功能 有氧运动能增强心脏和肺的功能 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更能活力 想象一下 你能轻松爬上五楼而不气喘吁吁 这可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二 减肥 有氧运动是燃烧卡路里的好方法 你可以通过跑步游泳游 骑自行车等方式消耗多余的脂肪 达到减肥的效果 三 改善情绪运动能释放内肺态 这是一种让你感觉愉快的化学物质 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生活烦恼 有氧运动都能帮你一扫阴脉 森想免疫力有氧运动能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让你更少生病 古代的战士们通过训练增强体质 现代人通过运动保持健康 都是一个道理 无延缓衰老有氧运动能促进新陈代谢 延缓衰老过程 你会发现常运动的人看起来总是比实际年龄年轻 有趣的故事 说到有氧运动 我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古希腊有一个叫菲迪皮德斯的士兵 他在马拉松战役胜利后 从马拉松跑到雅典报信 全程约42公里 传说他跑到雅典后 只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 然后就倒地而亡 这就是现代马拉松比赛的由来 虽然这个故事有些悲壮 但也告诉我们有氧运动的重要性和极限 总之有氧运动不仅能让你保持健康 还能让你心情愉快 精力充沛 无论你选择哪种运动方式 就要坚持下去 你一定会看到效果 少了少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有氧运动方式 动起来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何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 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 就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超级英雄的战衣 既要合身既要合身 又要能让你在关键时刻发挥超能力 让我们从几个关键步骤来探讨如何制定一个既科学又有趣的个性化训练计划 一 了解自己超级英雄的自我认知 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目标和限制 就像钢铁侠需要知道自己的盔甲能承受多大的冲击力 你也需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基础和健康状况 可以通过体检体能测试和自我评估来获取这些信息 幽默小插曲 想象一下如果蜘蛛侠不知道自己对蜘蛛丝过敏 那它在城市间飞荡的时候会有多尴尬 二 设定目标明确的超级任务 目标是训练计划的核心 无论是减肥增肌提高耐力还是准备异常马拉松 都需要明确的目标 目标应该是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 和有时间限制的SMRT原则 幽默小插曲 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那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毕竟连绿巨人也有休息的时候 唾此证明 我授权非智使用我的路应来构建危言语音 并在我的黑智账户上使用 设定计划设计你的战斗策略 根据你的目标和身体状况 制定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 这个计划应该包括训练的类型 有氧 力量 柔韧性等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 记住训练计划应该是动态的 可以根据你的进展和反馈进行调整 幽默小插曲 如果你每天都做同样的训练 哈达尼克卡诺开州复仇者联盟主 就像你的洛基一样 开始抱怨这也太无聊了吧 四 营养和休息 超级英雄的能量补给 训练计划不仅仅是关于运动 还包括营养和休息 合理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 是你恢复和进步的关键 就像超人需要阳光来补充能量 你也需要均衡的饮食和足够的休息 来保持最佳状态 幽默小插曲 想象一下 如果蝙蝠侠连续几天不睡觉 他可能会在战斗中打瞌睡 那可就糟糕了 五 监控和调整 不断优化你的战斗力 定期监控你的进展 并根据需要调整你的训练计划 使用健身追踪器 记录训练预制 或者定期进行体能测试 都是很好的方法 记住训练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需要随着你的进步和目标的变化 而不断优化 幽默小插曲约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训练中越来越像 那说明你的计划真的奏效了 结语 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 训练计划 是一门艺术和科学的结合 通过了解自己 设定目标 制定计划 关注营养和休息 以及不断监控和调整 你可以打造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超级英雄战衣 记住训练的过程应该是充满乐趣和挑战的 就像每一位超级英雄的成长之路一样 有默小插曲 最后别忘了给自己一个超级英雄的代号 比如健身侠或者力量女神 这样每次训练时 你都会感觉自己在拯救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营养与恢复 第三章 营养与恢复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关乎你们的健康 烫尘的健康 又能让你们在考试期间保持头脑清醒的主题 营养与恢复 你们可能会问 教授 营养和恢复有什么好讲的 不就是吃好喝好睡好吗 但实际上 喝好吗 但实际上 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了 首先我们来聊聊营养 你们知道吗 古代的学者们在研究营养方面 可是想了不少功夫 比如说 古希腊的医生西波克拉底 他可是被誉为医学之父 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 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 这句话的意思是合理的饮食可以预防和治疗其地 想想看 如果你们在考试前吃了一大堆垃圾食品 结果肚子疼得要命 那可就得不偿诗了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下中国古代的养生之道 你们知道吗 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可是个养生塔院 他在长恨哥萨头无知悉斗过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句诗虽然是在描述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故事 但也反映了一个道理 熬夜对身体不好 白居易自己可是非常注重饮食和作息的 他常常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比如粥和蔬菜 还坚持早睡早起 所以他活到了七十多岁 在那个年代可是高瘦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他恢复 恢复不仅仅是只睡觉 还包括心理上的放松 你们知道吗 古代的文人默克们 可是非常懂得如何放松心情 比如说苏氏他不仅是个大文豪 还是个美食家和养生专家 他在赤壁富萨头无知悉多 富萨头 既浮游于天地 鸟沧海之一粟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每个人在天地之间 就像一只小小的浮游 鸟小的像大海中的一粒素米 所以何必为了一些小事而烦恼呢 苏氏常常通过写诗 作画品茶来放松自己 这也是他能够在逆境中 保持乐观心态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有一次 苏氏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喝茶聊天 朋友们问他 东坡先生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 苏氏笑着回答 因为我懂得如何恢复自己 朋友们不解 苏氏接着说 每当我感到疲惫时 我就会去看看山水 写写诗或者做一顿美食 这样一来 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愉快 身体也会恢复得更快 所以同学们 营养与恢复不仅仅是吃好喝好睡好 还包括心理上的调节 希望你们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 也能像苏氏一样 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 记住 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 才是你们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能从中 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也希望你们能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保持健康和快乐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营养在健身中的作用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营养在健身中的作用 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可谓是健身界的黄金法则 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内功心法 没有它 你的外功再怎么厉害 也难以达到巅峰 首先我要明白 健身不仅仅是橘橘铁跑跑步 那么简单 就像你不能指望一台法拉利 只加水就能跑得飞快 人体这台高性能机器 也需要高质量的燃料 也就是营养 蛋白质 吸肉的建筑工人 蛋白质是肌肉的主要构成材料 就像是建筑工人一样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建一座摩天大楼 但只有一个工人在那里搬砖 那这座大楼什么时候才能建好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每天辛苦苦健身 但蛋白质摄入不足 那你的肌肉增长速度 就会像蜗牛一样慢 碳水化合物 能量的加油站 碳水化合物 是我们的主要能量来源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马拉松选手 但你在比赛前 且吃了一片生菜 那你觉得你能跑多远 碳水化合物 就像是我们的加油站 没有它 我们的体力和耐力都会大打折扣 脂肪不只是坏人 很多人一听到脂肪就觉得是坏人 但其实脂肪在我们的身体中 也扮演出重要角色 它是我们的备用电池 在长时间的运动中 当碳水化合物浩季时 脂肪就会上场 提供持久的能量 维生素和矿物质 身体的小助手 维生素和矿物质 虽然不提供能量 但它们是身体各种生理功能的小助手 比如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让你的肌肉和关节更健康 钙和鎂则是骨骼和肌肉收缩的重要元素 有趣的故事 蛋白质的奇妙语成 让我给大家讲个有趣的故事吧 有一次我的一位学生小李 为了增肌每天狂吃鸡胸肉和蛋白粉 结果他发现自己的肌肉并没有明显增长 反而感觉疲惫不堪 后来我们一查 发现他完全忽略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导致身体能量不足 蛋白质也无法有效利用 这就像是你有一大堆砖头 但没有水泥碳水化合物来把它们粘在一起 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 所以同学们 健身和营养就像是双剑合璧 缺一不可 健身不仅仅是汗水的结晶 更是磕水的结合 希望大家在追求健美身材的同时 鲜美身材的同时 也能注重营养的均衡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达到最佳效果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回去好好吃饭 别让你的肌肉饿肚子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重要的红量营养素 当然谈到红量营养素 马公瑞晨说我们就想是在谈论人体 这台精密机器的燃料 红量营养素主要包括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 脂肪 脂肪 这三折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些营养素 并且穿插一些有趣的故事 碳水化合物 人体的主要燃料 碳水化合物是我们身体的主要能量 就像汽车需要汽油一样 我们的身体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葡萄糖 然后用来提供能量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古代的罗马战士 准备参加一场激烈的战斗 你肯定需要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来保持体力 这就是为什么古罗马人 非常喜爱吃面包和面食的原因 有趣的是 现代的马拉松运动员 在比赛前也会进行碳水化合物加算 这是一种增加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方法 以确保在比赛中有足够的能量储备 这就像是给你的汽车加满油 确保你能跑完全程 蛋白质 身体的建筑材料 蛋白质是我们身体的建筑材料 负责修复和建造肌肉 器官和其他组织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中世纪的工匠 正在建造一座宏伟的城堡 你需要大量的石头和木材来完成这下工程 而蛋白质就是这些建筑材料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古希腊的奥林体格运动员 他们非常重视蛋白质的摄入 据说古希腊的摔跤手米洛·麦洛·奥克鲁 每天要吃掉大量的肉类 以保持它的强壮体格 米洛甚至因每天备住一头小牛进行训练而闻名 随住小牛长大 它的力量也逐渐增强 脂肪能量储存和保护 脂肪常常被误解为不健康的营养素 但事实上 它在网的身体中扮演出多重角色 脂肪不仅是能量的储存库 还有助于保护网的器官 并且是某些维生素不维生素 一颗K的吸收所必须的 有趣的是 北极地区的应有特人应有传统饮食中 含同饮食中含有大量的脂肪 主要来自海豹和鲸鱼的脂肪 这些脂肪不仅提供了能量 还帮助它们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 这就像是给你的房子 加装了一层厚厚的保温材料 确保你在寒冬中依然温暖 总结 总的来说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这三大红量营养素 就像是我们身体的燃料 建筑材料和保护层 哪一种营养素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 缺一不可 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需要各种不同的零件和燃料来运转 我们的身体也需要这些营养素来保持健康和活力 所以下次你再享用一顿美餐时 实现中一顿美餐时 不妨想想这些红量营养素 是如何在你体内默默的工作 让你能够充满能量的面对每一天 记住吃着健康活得开心 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休息与恢复的重要性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重要 但常常被忽视的话题 休息与恢复的重要性 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关于如何在考试前夜不熬夜 还涉及到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和幸福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你们知道吗 爱因斯坦每天睡十个小时 是的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并不是考熬夜来解决相对论的 他深知大脑需要充足的休息 来进行创造性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 这告诉我们 休息并不是懒惰 而是智慧的选择 再来看看动物界的例子 你们知道狮子每天要睡多少小时吗 大约二十个小时吗 这些草原之王明白 只有在充分休息后 他们才能有足够的能量去捕猎和保护领地 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狮子 总是在打瞌睡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休息这么重要呢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休息和睡眠对于大脑的功能至关重要 当我们睡觉时 大脑会进行垃圾清理 清除白天积累的有害物质 这让我们才能保持清醒和专注 此外 休息还能促进记忆的巩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睡觉后 突然想起某个忘记的事实 不仅如此 休息对于身体的恢复也同样重要 运动员们都知道训练后的休息时间 是肌肉修复和增强的关键时刻 如果你一直不停的训练 反而会导致肌肉疲劳和受伤 这就像是你不停的用一支笔写字 最终笔心会磨损甚至断练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休息呢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非常重要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生物中保持稳定 让我们更容易入睡和醒来 其次适当的运动和健康的饮食 也能促进良好的睡眠质量 最后学会放松和减压 比如通过冥想 阅读或听音乐 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更快的进入深度 睡眠 总结来说 休息和恢复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感觉好一点 更是为了让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得更好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疲惫时 不妨想想爱因斯坦和狮子 给自己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 毕竟休息也是一种智慧 不是吗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休息方式 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愉快 谢谢大家 接述语 好了 今天我们一口气聊了这么多 从基础知识到训练方法 再到营养与恢复 真的是一场知识的马拉松啊 希望大家在这趟知识之旅中 不仅学到了新东西 还能感受到其中的趣味 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 基础知识是地基 训练是建楼 营养和恢复 则是保证这座大楼能屹立不倒的关键 不管你是想要成为健身达人 还是只是想要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自如 这些知识都是你不可或缺的宝藏 所以 朋友们 别忘了在追求目标的路上 时不时停下来补充一下燃料 做做保养 毕竟 我们都不是机器人 不可能一直高效运转 而不需要休息 如果你们对今天的内容 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自己的见解和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毕竟 讨论和交流 是我们共同进步的最佳方式 那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愉快而充实的一天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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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